花蓮世代会在防疫期间也响应持绩 如数爱地球的祈福活动 主席苏美珠就邀请了世代会同仁以及各位代表们 一同前往素食餐厅享用午餐 希望有更多的人每周定期选择蔬食 从体内环保做起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在蔬食餐厅里头可以看见满满人潮 代表们拿起夹制将美味餐点夹进盘中 这是在日前花蓮世民代表会为了响应持绩 如数爱地球的祈福活动 因此世代会同仁及各位代表们 一同前往素食餐厅享用午餐 虽然大多数的人平常没有吃素的习惯 但是能一同响应如数爱地球 让同仁们都感觉到是相当具有意义 那我个人其实早餐是都是素食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我也觉得素食是值得推广 那跟秘书室那边联系 秘书室的几个工作人员也很推崇 后来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就来从我们代表会开始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 也有艺文界的朋友 也有我们社区的志工 除了我们代表会同仁之外 也有几个单位来参与 我想这个活动如果值得推广的话 我想我们代表会会不定期的 邀大家来参加素食的一个餐会 对于平常没有吃素习惯的代表会同仁 看到素食也能做成精致料理 让他们是迫不及待想拿起筷子大块夺頤 主席苏美猪也向代表会同仁们建议 要养成多吃蔬果少吃荤的习惯 希望有更多人每周可以定期选择蔬食 从体内环保做起来增加身体免疫力 记者许丽琴花莲市报导